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逆星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啊 就1clickradio咯 我都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都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寫著天地有正氣 哎呀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是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更翌日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喂有油站啊 為何不進油啊 油燈全都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嘛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啦 蛤?你怎知道那裡便宜一點的 才知道啊你是 去1clickradio的網站就知道了 就是這麼容易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天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最底的油價 這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 順便聽到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前途萬里 節目主持 陳華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陳華紅 又到這裡 大家主持 前途萬里的時間 先說回今個禮拜的加拿大股市 過去一個禮拜的加拿大股市的表現 都算理想的 因為 因為有五個加拿大股市 有兩個加拿大股市的升幅是特別明顯的 雖然有兩個加拿大股市的下跌 但跌幅也不算大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至少都是向上的 先說星期一 由於巴黎前一個星期的星期五 發生了恐怖襲擊的事件 令到地緣證局的不明朗因素 可以有升溫 在當日的右價做好 即是星期一 定元股就反彈 推動加拿大股市週一 是上升了242點 當日能源分類指數升了4% 而金融分類指數跌進了1.5% 星期二 由於金價跌到5年的低位 當日金礦股就手押 所以加拿大股市是低收的 多人多指數當日跌了37點 只有星期三 所以星期三 由於有一個大型的拼購消息 就是加拿大太平洋鐵路 CP 提出了可能收購一間 美國的鐵路公司 這個消息就令到 CP的股價 在當日升了5.6% 而主要對加拿大國家指數 CN也升了2.3% 大眾整個公月分類指數做好 所以當日加拿大股市就上升 多人多指數當日的升幅是119點 在星期四 市場都是繼續做好的 當日刺激股價指數上升的就是 但是藥廠威朗 VN的消息是說 情況會有改善 所以醜聞困擾就開始淡化了 所以當日就升了 而金礦和金融分類指數都是做好的 整個多人多指數就升了73點 150 因為定售數據就不太理想 商品價格也疲弱 所以加拿大股市當日跌了40點 累計全個星期 多人多指數是升了2.7% 講完加拿大股市 我們回到美國股市 星期一的美國股市 等於恐襲事件出現 反而指數不是跌 而是升 中節前一個星期 連跌三日的走勢 標普500指數當日升了1.49% 是三個例如最大的單日升幅 而道指數是超過230點 而在星期二油價下跌 而德國也傳出 有可能因為恐襲的炸彈威脅 需要取消球賽 而在星期二的美國股市反覆 道指數升了少少 即是不夠7點 6點多 而標普500指數跌了不夠0.1% 而在星期三聯絕局公佈 十月份議息紀錄 顯示 其實大部分委員都支持 十月加息這個可能性 如無意外 看來就是十月加息已成定局 所以當日標普500指數也上升 亦是再創了四個星期以來最大的單日升幅 當日升了1.6% 而道指數也升了247點 而在星期四 健康護理和能源板塊 當日是偏遠的 其實道指整體來說 變弄不大 即是未跌了4點 標普500指數的 施幅也是少於百分之0.2 在星期五 Liky錢是公佈業績股價做好 所以推動道指上升 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就說 他可能會繼續推動 這個十月的兩百寬鬆計劃 擴大這個行動 所以當日市場都是比較偏好 星期五的道指升了91點 標普500指數也升了百分之0.38 累計全個星期 道指的升幅是百分之3.4 就是十月九日以來最大的按週漲幅 而納指就升了百分之3.6 都是七月以來最大的漲幅 那標普500指數就最好了 雖然征服只是百分之3.3 但是是一年以來最佳的 差不多一年以來 當然是去年十月以來 是今年最佳的表現 今個星期想說的題六 就是剛才的討論提出過的 就是說到底CP收購美國 Hotful Southern鐵路交易的建議 是好還是壞呢 先說說這個建議 如果有留意的都知道 CP在星期二收市之後 公佈它說它會希望 收購Hotful的一些資料 雖然它沒有講詳細 但是Hotful 因為是美國的上市公司 Hotful 提出了這個細節出來 涉及金額總共超過280億美元 相信都是加拿大最大的一宗 跨境收購之一 CP的做法 就是會用現金加股份去做 差不多可以說是現金和股份確定一半 這個消息本身來說 不是一個全新的爆出來的新聞 前一個星期也有傳媒披露過 CP有可能收購Nordford 當時是因為引述了 有消息人士說 CP的行政總裁 Hunder Harrison 已經把Nordford的行政總裁 Jim Squares聊天 但是對方的反應就說 已經沒有什麼興趣 不是完全沒有膽膽 可以說是 而CP的通告裡面也說明 Nordford的管理層 不應該希望他們行爭 考慮這個建議 以及作出有建設性的對話 我們看到 先討論一下兩個背景 CP就是加拿大的第二大的挑戰 目前市值超達差不多有213億美元 而Nordford就是美國東岸第二大的挑戰 前一市值估計 差不多有260億美元 即是說 CP不算是蛇吞象 也算是一個比較小的公司 正是吞併一家大的公司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就是要討論 因為CP如果真的吞併了 即是拼購了Nordford 可能對加拿大的鐵路店 有些版圖上的改變 事實上 Harrison 自從接種CP以來 一直都是節力提高這間公司的效率 極成績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Nordford本身的效率 的確是沒有CP現在那麼好的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收購之後 CP將會成為一間更加有盈利增長空間的公司 Harrison 也在過去星期二公佈業 消收購的意向之後 在星期三和星期五 都曾經向傳媒或投資者 解釋自己的集團收購目標 希望如果Nordford能夠 跟他仔細談話 這個收購的價值可以再談 希望對方能夠釋出善意 但對方暫時沒有 所以有分析於估計 如果聽Harrison 的說法 他就不排除再用一些高姿態的收購建議 他不會用敵意收購 但希望用一個比較直接向股東提出 更高價的有約束力的建議 這個其實跟敵意收購的差別沒有大 Harrison 為什麼這麼有興趣呢 其實我相信因為CP的實質空間 雖然你說是第二大 在加拿大來說 但跟CN 都是距離 大家比次之間的客路都已經固定了 那你要再好一點呢 真的不行的 所以Nordford是其中一個想 希望打擊 即是希望買了之後可以改善空間 有改善空間的收購對象 那為什麼我剛才說 對加拿大的經濟都有點影響呢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加拿大經濟不肥弱 那如果有一些CP 即是或者可以趁機會 拼購到一些大一點的同業 而將空間大的話 那對加拿大公司 我覺得是啟示作用 其實我們不是守在加拿大 但我們可以向外供的 雖然暫時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 加拿大公司向外擴展的空間都是有限 但是這個收購 正正是反映到我們都是還有空間的 不需要太怕 即是說不夠美國的同業去撼 希望CP能夠成功收購之後 我們加拿大公司能夠 打出國際 即是打入國際市場 更加成功 那這星期的前途萬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星期再看下一個題目 拜拜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乾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酒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甚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這套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樓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封沙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是甚麼茶餐廳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甚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Akiko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薪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Akiko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